大家好,我是Mapfiel 夏天又來了 相信大家都會開始關注自己CPU的散熱問題 尤其是還在用原裝散熱器的朋友 不多不少都有機會覺得自己的CPU散熱器不夠勁 但又不想用太多錢升級你的散熱器的話 那你就來個對地方了 今天我就和大家選了幾款市面上300元以下的入門級散熱器 和大家實測一下到底哪一款最划算 今天我們找來了四款不同的入門級CPU散熱器 當中包括有大家都耳熟能長的Cooler Master Hyper 212 跟著旁邊這款就是Genit的Tranquillo 4 再旁邊就是Be Quiet的Pure Rock 2 還有最後Ferboright的AX120 到底外觀上的分別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實際性能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立刻和大家實測一下 因為今次測試目標是入門級的散熱器 所以我們選了相對大眾化的B450 Tomahawk Max 以及Ryzen 53600作為測試平台 在今次的測試中 CPU的頻率和電壓就設定在4.1GB和1.35V 這個設定下功耗大約是125W 配上Cliff Class X DDR4 3600 雙通道 華碩GT1030 CM GX750 以及MSI新出的便圈螢幕MAG161V 可能大家都有聽說過,就算是同型號 每顆CPU的體質和表現都會有分別 因為每顆CPU裡面的Dial會有不同 而且封裝手工蓋裡面的導熱種種因素 都會對CPU的發熱量有影響 所以為了儘量確保測試結果的準確性 我們會用回完全相同的硬件作為平台 而且我們選擇用OpenBench作為測試 因為不同機箱設計上的差異都非常大 好了,進回正題 今次我們會用到PowerMax AVX來做壓力測試 每款散熱器會燒10分鐘 我們原本打算試一下A5-3600原裝的散熱器表現如何 同時都想用來做一個參考 看看入門的散熱器是否真的值得升級 誰知 開始了不夠一分鐘就已經上到過百度 之後還要過熱直接關機 來到這裡都已經可以直接判原裝的散熱器不合格 各位如果還在用原裝3600散熱器的玩家 又想輕到超合行的話就真的要好好考慮升級 好了,我們馬上來看看1號的佳麗 Jelit的Tranquillo RAV4 它的售價是$230 是今次測試的四款散熱器裡面最便宜的一款 它的高度是154mm 是四款散熱器裡面最矮的 相信它可以放得下絕大部份的機箱 而它的HITSYNC的旗片設計比較特別 好不好看就見仁見智了 它也支援主流的Intel 115X和AMD的AM4平台 在AM4平台下用回底板的原裝配板就可以了 安裝上都相對簡單 只需要幾顆螺絲就可以了 唯一比較繁複的就是人手要將彈弓穿入螺絲裡 附送的支裝撒熱膏都很容易用 份量勉強夠用兩次 就算裝錯了要再裝過都不需要擔心 值得一提的是風扇的扣具十分軟身 安裝的時候完全沒有難度 也夠力固定到風扇 這點值得一讚 Cooler的底座是用銅管接觸設計 表面雖然未至於鏡面 但已經算多光滑 完全沒有粗糙的感覺 相信導熱性能是不錯的 可惜接觸面不算大 以AM4CPU為例 底部不足以覆蓋整個IHS 始終AM4CPU的IHS 比Intel 115X要大 相信這是考慮到兼容性下的取捨 我們今次測試的其他Cooler 都有出現這個情況 體積方面 另外連風扇整體來說 可以說是比較厚 甚至已經頂到第一條RAM槽的位置 如果你想插四條RAM 又或者用比較高新的RGB RAM 就要留意 性能方面 在10分鐘的壓力測試下 CPU溫度最高去到攝氏96度 平均是94度左右 代機是維持在40度 屬於可接受的範圍 風扇最高轉速就是大約1550轉 跟廠方聲稱的1600轉是很接近的 風扇全速下的噪音都不明顯 整體來說Gelit Tranquilo 4 以230元的價錢表現相當不高 接著就來到利文的AX120 它的售價只是239元 比Gelit貴一點 而它的高度跟Gelit一樣 都是154mm 值得留意的是 它是四隻HitSync中最小 而且它的HitSync整體都很薄 所以不需要擔心各種Clearance的問題 銅管的外路部分都有電鍍處理 HitSync頂上了黑色 再加上全黑的風扇 整體外觀都挺討好的 不會有廉價的感覺 附送的散熱膏TF-7 分量都不少 跟平時單獨售賣的散熱膏差不多 不過不知是我們手上這隻AX120 批斥問題還是怎樣 這支散熱膏已經有點乾和硬 擠的時候有點難度 cooler底座方面 AX120是四隻內唯一一隻用到鏡面和底 造工也很好 比起熱管接觸的方式 這種底座的表面更加平滑和內用 製造成本高一點 通常一些比較高階的cooler才會見到 在這個級數的散熱器看到真的有點意外 安裝程序上 AX120可以說是四隻內最簡單的 風扇扣具都很易用 就算不看說明書 都應該不難摸索怎樣裝 性能方面 在10分鐘的壓力測試下 CPU的溫度最高只是91度 平均是89度 代機維持在37度左右 表現可以說是有驚喜 風扇的最高轉速大約是1500轉 跟廠方聲稱的一樣 風扇傳速下也沒有明顯的噪音 順帶一提 這支風扇有寫型號TL-C12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的詳細規格 也可以用它附送的額外扣具 變成一隻雙風扇的塌扇 進一步提升它的性能 總括來說 AX120的表現比起剛才更上一層樓 加上$239這個價錢絕對是非常值得 相信有留意開電腦硬件的朋友 聽到Hyper 212這個名字 一定不會陌生 這款Coolamaster的塌扇 都已經推出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也都經歷了不少的改版 包括有白色、黑色和RGB等等的不同款式 仍然相當受歡迎 一提到高性價比的入門級風冷 很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Hyper 212 相信這隻Coolamaster都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在很多人心目中它的性能亦是慕容置疑的 它的高度是160mm 是我們測試四款Coolamaster中最高的一款 相信高度的差異是來自銅管突出的部分 整體HitSync的體積和另外幾款都是雙差無幾 外觀上都不外乎是普通塌扇最常見的經典造型 不算特別突出 不過都很容易令人接受 我們這次測試的是紅光LED版 是四款Coolamaster中唯一一隻有跟LED風扇的 算是有一點點綴 比其他款沒有那麼單調 大家可以看到212斤的配件比較多 可能是因為設計上比較舊的關係 令到212的安裝工序較為繁複 比其他幾款Coolamaster在AM4平台上 需要更貫CM專用的背板 再扭多幾顆螺絲才可以完成安裝 有別於其他幾款Coolamaster 212的風扇扣具 是膠加上防震的橡膠墊 設計上可以令到安裝風扇的工序更加簡單直接 不過這款扣具令到風扇整體厚了 附送的包裝散熱膏份量就比較少 也比較難擠 散熱器的底座都是用熱管接觸的形式 加上有鋁製的散熱片 至於底座表面雖然不至於凹凸不平 但摸落都有少少少粗粗 性能方面在10分鐘的壓力測試下 CPU的溫度最高就去到94度 測試途中都是維持在93至94度左右 比起Tranquilo要好一點 風扇的最高轉速大約1450轉 跟廠方聲稱的差不多 不過在風扇全速下 明顯比起測試的另外三款散熱器 有比較大的噪音 相信是因為風扇的設計比較舊 用到舊式的Rifle Bearing 而另外三款夾散的風扇 都是用上現在主流的Fluid Dynamic Bearing 前者續成之間的磨擦會比較大 相信這個都是212比較吵的原因 雖然有少少不足之處 但無可否認Hyper2依然 仍然是這個價位裏面 一款表現不錯的CPU Cooler 最後來到這款Required的Pure Rock II Black 它的售價是279元 是四款散熱器中最貴的一款 而高度是155mm 跟其他幾款相約 留意它的熱性體積比較大 但用上了一個非對稱的設計 確保不會阻擋到Ram Pro 外觀上的全黑設計 除了底座熱管的接觸面外 整個熱性都有黑色的表面處理 低調得來非常美觀 亦令旗片部分摸上手非常平滑 不像另外的幾款會戒手 加上塔頂的鋁質熱管和蓋 令它的感覺更精緻 比起另外三款CPU Cooler 這個外觀方面 Be quiet的Pure Rock II 絕對更勝一籌 而它的散熱膏 已經預先塗在HitSync的底座 安裝方法非常簡單 和其他CPU La都是大同小異 在這裏也不再多說了 不過它的風扇扣具 它就出奇地硬 裝和拆都要出不少力 這點就要留意 性能方面 在10分鐘的壓力測試下 CPU的溫度最高只是95度 平均是93度左右 代機大約維持在40度 表現都是非常不錯的 風扇轉速是大約1550轉 和廠方聲稱的都很接近 說明Be quiet 當然主打是靜的 大家應該都期望它在噪音控制方面會有優勢 但其實除了212以外的幾個 Cooler 風扇全速下都不是很明顯的噪音 所以這裏也試驗出有大的分別 這點就比較可惜了 整體來說 雖然Pure Rock 2 的價錢比較貴 但考慮到它的外觀是完成另外三款 Cooler 再加上不錯的表現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都相當不錯 到最後的總結了 白貨應白客 每個人的喜好都有些不同 如果你是外貌協會的成員 那就不用想太多了 選你覺得順眼的就可以了 但看到這裏還未按上一頁的朋友 相信大家都覺得選 Cooler 的時候 都應該考慮多幾方面的 而利文的 AX120 以一個這麼低的價錢 做到一個這麼搶眼的表現 做工方面更加是誠意之作 加上外觀都不錯 性價比上的確是比起其他 Cooler 優勝 而大家都很推薦的 Hyper 212 雖然表現都不錯 但始終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不少後期之秀都已經跟它很接近 甚至乎已經超越了它 在這個價位的選擇其實還有很多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或者解答大家選擇CPU散熱器的一些迷思 你們心目中有沒有一些入門級的 Cooler 你們值得推薦呢 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飛馬電腦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加入我們的Facebook討論區 我是飛馬電腦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